原大证券董事李月苍的儿子李宗睿 经报下药性侵害女心还偷拍光蝶的丑闻案件 这案情恐怕是越来越烈了 目前这个事案的当事人本身是下落不明 但是遭到检警查扣的相关的影像截图 却已经外流 根据消息人士指出 这些照片的内容不亚于当年陈冠希的不雅照事件 那么目前呢 根据了解这照片到底是怎么流出来的 现在已经至少有十张以上了 检警也很想了解这照片到底是从哪边挽留的 涉嫌拍下60名女艺人女魔银照的李宗睿 到目前为止人形中不明 不过银照风波没有因为李宗睿失踪而暂时趋缓 即使检警对外宣称所有照片影片不得外泄 不过这些不堪入目的图像经过不明人士截图 已经以飞快的速度散布开来 根据曾经看过这些营照的人士表示 这批照片数量大概在10张左右 疑似从影片档中截图而来 其中4张李宗睿分别与不同的两名女主角入境 而这4张的共通点是男女主角都是清醒的 女主角正是大方面对镜头 而李宗睿则是一脸陶醉 另外几张则是女主角单独入境 不过这些女子看似已经昏迷 仍遭到李宗睿猥亵 有些女子则全裸瘫在床上 疑似在不知情情况下遭到李宗睿拍下裸照 而这为数10张的营照内 总共出现3到4名不同的女主角 而这些女子的身份是女艺人或是小模 则有待查证 不过由于影片截图相当清晰 因此李宗睿身份几乎确认无误 只是这些原本应该封存的犯罪证据 如今却已经开始流传 甚至已经有部分流入媒体 这让侦办全案的检警单位相当震惊 在追弃李宗睿同时也同步追查 到底这些营照是怎么流出去的 一天记得众文报道